陈廷队站在山上 用千里近观察山下军情 至今他脑子还很迷糊 地主和农民咋就一起从贼了呢 朝廷发想不足 赏赢拖着不给 将士们自己劫掠发财 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 他也没做得太过分嘛 北边围剿流寇 大部分官兵都是如此 否则早就打不下去了 就连今年出任陕西巡抚的孙传廷 由于朝廷一直发想不足 也早已放松对部将的约束 没办法 不抢粮就无法养兵 而一旦放松约束 军纪就如溃蹄之水 那是想收都收不回来 孙传廷的标兵或许要好些 但也只是好些 从他在陕西带兵开始 就一直被弹劾军纪败坏 不重烧杀抢掠百姓 孙传廷假装看不到 不予鼓励 也不惩罚 孙传廷能怎么管 他出场时间太晚 转为巡抚统兵时 朝廷财政兵临崩溃 若是不默许不重抢劫 手下那些官兵将领 就敢给他示范什么叫兵变闹响 整个明末的都师 只有卢相声善待百姓 而且军纪非常严厉 天雄军曾经断粮三天 不崩溃 不喧哗 不劫劣 并最终取得战斗胜利 当时卢相声把最后的口粮分出 他作为主帅 陪将士一起饿了三天 所以陈廷队感到难以理解 全国各地都这样搞 为啥只有自己踢到铁板 因为有人串联啊 贫寒世子出身的宣教官 跑去串联地主士绅 穷苦出身的宣教官和农会骨干 跑去串联本地的自耕农和店户 只要有人组织串联带头 又有废儒贺带兵做后盾 那还怕个什么 短短几天时间 就拉出一支由地主和农民组成的部队 泰山大人 黄汉良放下千里径 我军居高临下 可前主力击溃本地民兵 那些权势乌合之众 连阵行都没有 东一坨 西一片 火冲骑射必然溃逃 这些人一旦溃败 很可能引发奴陵来的老贼溃败 届时我军便可乘胜追击 陈廷队叹息道 也只能如此了 实在是这一连串战斗 都显得特别古怪 完全超出陈廷队的认知范围 他冒险渡江射服 也属无奈之举 因为反贼在城外组建农会 训练农兵 时间拖得越久 反贼实力就越强 陈廷队必须冒险思维 当即 陈廷队已若履防备费如赫 派出精锐职徒地主农民联军 砰砰砰 官兵火冲营一轮骑射 瞬间引起三千多民兵溃逃 几个福建将领趁机掩杀 尽万民兵竟然全线崩溃 大部分四散而逃 少部分朝着费如赫的主力冲去 当友军那边传来火冲声 意味着官兵精锐不在眼前 费如赫立即下令全军出击 这种战术 是费如赫从赵汉身上学来的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费如赫懒得去救援那些友军 就连预备队都不留 孤注一直杀向官兵率齐方向 五千多大同军 开始朝山上冲去 之前还是智将的费如赫 现在化身为猛将 带着清兵冲在最前面 羞羞羞 官兵还藏着弓箭部队 费如赫冲到一半 身上已被射了六箭 有些箭矢落地 有些箭矢还插在他身上 这都挡不住费如赫的冲锋 反正他身上穿着棉甲 头戴嵌有铁片的竹盔 只要别被射中面部和颈部即可 主将冲锋在前 全军士气大震 官兵精锐都被派去打地主农民联军去了 留下来防守的相对较弱 而费如赫进攻的时机恰到好处 如果迟一片刻 有军逃跑殆尽 费如赫将被两面夹击 当费如赫率军攻上山头 双方接触的瞬间 官兵若履立即崩开隔口子 随我填上去 陈廷队不愧是武状元 完全不知道啥叫害怕 眼见几方阵线出现缺口 他立即侵律中军前去填补 主帅撞上主帅 太 陈廷队猛然一刀劈下 借助从上而下的冲锋之力 想要将费如赫当场砍死 当 费如赫慌忙横刀格挡 被震得虎口发麻 甚至半条手臂都麻了 这丝力气好大 陈廷队得势不饶人 又是一刀劈来 费如赫无法变招 只能再次慌张格挡 当 费如赫手里的战刀 竟直接被陈廷队给劈落 他也不顾上面子 急忙借势扑倒 然后顺波滚回阵中 物理意义上的滚回去 费如赫从没这么狼狈过 杀 陈廷队还想追杀 迎面赐来几把狼险 这玩意而不但凶狠 而且阴险 可以阻碍视线 就在此时 几个长枪兵越过顿墙 戳向陈廷队的咽喉和小腿 陈廷队慌忙闪避要害 铠甲防护不利的小腿被戳伤 吓得陈廷队也赶紧退回阵中 双方的主帅清兵 就这么厮杀起来 而且一时半惠尔难分胜负 但是 旁边交战的部队 却很快就分出输赢 此次进攻的全是精锐大同兵 而陈廷队留下防守的 却属于战斗力较弱的部队 说白了 全是两年前招募的福建湘勇 在三省交界击败过农民军 除此之外就只八天训练一次 陈廷队的两翼阵线 一点一点崩坏 他见状大呼 在顶半住香 在顶半住香就赢了 确实 在顶半住香就赢了 因为他的女婿黄汉良 已经击溃地主农民联军 又带着精锐杀回山上 试图将反贼前后夹击 届时 反贼必败 然而没有半住香 十分之一住香都没顶住 沙阿 一个殿户出身的大同军把总 名叫刘二亮 率先击溃当面之敌 他立即带兵帮助友军 对一哨福建兵进行侧击 就跟铁锤砸豆腐一样 瞬间就把敌人阵型给砸崩 仿佛多米诺骨牌倒下 福建兵一队接一队崩溃 见势不妙 之前还神勇无双 打得废如赫狼被逃命的陈廷队 立即带着自己的清兵逃跑 一哨到十哨追敌 务必把敌军追至四散逃命 其余部队 整军御敌 费如赫终于捡起自己的钢刀 开始从容发号施令 这把刀也快要报废了 被陈廷队砍出两个大口子 武状元甄他娘的不是一般人 听令 尚贤 一千弓箭手弯弓搭箭 对着山下弓来的官兵精锐 居高临下就是一轮骑射 回来 快回来 黄汉良带着一千火冲银 还想继续进攻 谁知其他官兵将领 全都带着部队逃了 他们见山上的主帅已败 哪还有胆子继续打下去 随我追敌 嘟嘟嘟嘟哒嘟嘟嘟嘟嘟 费如赫再次下令冲锋 所纳吹响冲锋号 四千大同兵如同猛虎下山 砰砰砰 黄汉良还剩最后一次机会 他让火冲银全部瞄准费如赫的帅齐方向 可是 大同兵还没进入有效射程 那些福建火冲兵就提前开枪 然后不顾黄汉良的军令转身就逃 黄汉良只能跟着逃 但他逃得较迟 很快被大同兵追上 此人还想拼命厮杀 被己赶长枪捅死 一个神童出身 文武双全的汉子 历史上慕兵抗侵而殉国 此时此刻 却死在赫州城外的无名山坡 从始至终就没正经跟反贼血战一场 福建兵输了 福建兵输了 混在溃败民兵当中的宣教官 农会骨干 听到山上传来冲锋号 顿时高兴欢呼起来 他们沿途收拢溃兵 折身回去 痛打落水狗 而那些败逃的福建精锐 浑身一道伤口都没有 面对超级弱机的农兵 根本提不起作战的勇气 山下战场乱七八糟 拿着锄头 扁弹 菜刀 竹枪的农民军 他们没有阵形可言 东一堆 西一群 撵着福建精锐士族追杀 但凡有福建精锐摔倒 立即就冲上来围殴 有时候 一小撮福建精锐反击 又吓得猝背的农兵溃逃 漫山遍野 到处是逃兵 到处是追兵 有时候甚至搞不清谁在逃谁在追 福建总兵陈廷队 从北边冲下山岭 一路逃进更北边的群山之中 进山之后 终于没再看到追兵 他连忙清点人数 顿时气得两眼发黑 他身边只剩四十多人 其他部队 包括他的清兵 已经彻底逃散了 异地他乡根本别想再聚起来 陈廷队不敢耽搁 休息一阵 继续在大山里逃命 他得赶快寻到附近的县城 只要进了县城 就立即写信告状 把锅甩到邹维莲身上就是 内容都想好了 福建巡抚邹维莲 全家老小被反贼抓住 于是暗中从贼下指挥 邹维莲先是按兵不动 做事反贼占据万安天险 随即指挥水军送入反贼陷阱 导致福建官兵主力被反贼给包围 都是巡抚的错 费如鹤打扫战场就用了一天一夜 俘虏官兵三千余人 其实还能俘虏更多 但本地的士绅和农民 各种打死俘虏来泄愤 许多福建兵宁愿跳河逃跑 都不愿被本地乡民给带住 那些负责诱敌的死士传宫 竟然只死了六个 失踪八十余人 也不知被冲到哪里上岸 又或者淹死之后找不到尸体 就在费如鹤遗失渡河 打算包围赣州城时 古建山突然接到军令 水师立即北上作战 南方无省总督朱谢元 不可能坐视赣州有军被围城 他的想法非常正确 周围连只需守住赣州城即可 守到自己这边秋收完毕 只要有了秋粮 粮食充足之后 朱谢元就出兵攻打封城县 逼迫反贼主力从赣州撤兵 如此 便可让反贼疲于奔命 赣州城也能保住 说不定 周围连还能从赣州出兵 趁机把万安县城给打下来